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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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應學生訴求 不要洗腦教育 不要洗腦教育 不要勁 站出來 站出來 要求記者朋友進去 我們不希望一個密室政治的談判 我都希望保障雙方的利益之下 我們希望全部進去 保障大家 以免我們出來之後 說我講那些說話 有一次你又不對 我又不知道 還有老師是否不見得光呢 這次我們會有 一些老師在向 過往教育局 只是跟他們說 除了有吳克劍局長之後 吳克劍局長都會邀請一班專家 跟他們做一個討論 或者交流 這件事為何教育局要到今天 我們上路來公布 這點很突然 另外就是教育局 上個星期吳克劍局長 是未經學民思潮同意之下 公開向傳媒宣布 已經跟學民思潮 就會面達成共識 我們學民思潮認為 局長他這樣其實是一個虛假層層 所以我們都擔心 有類似的情況再次出現 所以我們希望有傳媒朋友在這裡 可以保障雙方 不論是學民思潮的教育 利益 以及我們的觀點 不會被勞求 第一樣就是 香港局長和學民思潮討論 是有任何利益的問題 其實是因為這個交流的意見 第二就是習慣上 即教育局很多 和其他部門都習慣了 去一個開院之後 有些朋友出來 跟記者說清晨怎樣 習慣了是這樣的 第三就是局長 其實想上個星期 跟文思潮的朋友說的時候 都說的是專業人士會 專業人士會 專業人士會 所以我覺得我們一直都是很精彩的 還有我理解我的同事 就昨天在學民思潮的同事說的時候 其實也有提過 是學民思潮的同事說的 這樣吧 我們都想重新一次 學民思潮的立場 就是說 我們不希望 是沒有一個傳媒的情況之下 進行一個密室的會談 還有我都 真的說一句不好意思 我都不是想特地去難為你 因為我們是想與局長去會面 那我都不想去好像 搞到氣氛我們針對職員那樣 我也想和各位朋友 各位市民說一聲 我們希望局長現在出來 解釋清楚 為何變成這樣 我是在代表教育局 是和各位同學在過論的會議 安堂的方法 如果各位同學不同 你那部會議開不了 我不知道 如果各位同學 你同意開會方法 我們便會通知局長去開會 剛才我說得很清楚 如果大家想和教育局 進行一個討論 我們是講講討論的方法 如果大家同意討論方法 那這個會議會 如果大家對開會的方法 是同意不到的話 那這個會議會就開不了 我想現在不是開不開會的問題 因為我們根本這個訴求 一年之多 他這幾天又不斷迴避我們 那天在政總的時候 又出一些花樣 他根本離開了政總 讓市民和保安人員 讓記者朋友 留在那裏這麼久 今天都還不出來交代 還是他根本今天又是不在現場呢 又一次好像政總那樣 走了老 那因為教育局的 教育局官員的代表 他們不希望有傳媒朋友 進去一起報道 一起去拍攝 其實我們學問思潮 想請各位記者 能夠進去拍攝的原因 是鼓掌不上一方的利益 還有我們堅拒不會做暗室的談判 或者一個暗室的背面 那剛才他們局方的代表就說 第一 因為有五個老師在 我覺得就是說 局方就是推了責任給老師之餘 還有他也提及過 他說地方是太小不適合 但是我們在一個禮拜之前 已經透過國大傳媒 我們都發表了聲明 我們是說 要求一個公開公平的平台 一個討論空間 與局長會面 現在反而 他就是以賴諾老師 和地方選擇的理由 給大家人 所以學問思潮 今天是不會跟局長有任何的會談 我都希望日後我們成邀局長 有機會成邀局長去一些論壇 甚至和其他交流會 我希望局長能夠出席 是 然後跟你們一起去查看 空間 我們先想走 我們都 也要想走 然後 我們可以安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